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多记得,多给儿女留出路 多记得,多给晚年留心安 人老以后余生很贵 但比余生更贵的是尊严 是活的底细,是活的体面,是活的坦然 人老了以后,守住良心,操守底线 不做缺德事,平安又长寿 一星讲的是万事万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顺规律星,逆规律亡 人们意识到这法则不可违逆,便遵照执行 但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过分依赖和迷信于此 反而被筐住了头脑 甚至有很多将一星视为算命书籍 这就大大的误解了一星的真谛 也浪费了这本书籍与世人的智慧 一星顾名思义是讲变化的书 不管哪个卦象都只是当下时间段的状态 并非固定不变的结局 我们学习一星,不要死斑,硬套 要活跃头脑,动员自身能量,与规律协作 不要固守哪一个卦象 而被动的认命 人老了以后多记得 别做这几件缺德事 平安又长寿 一,不欺负别人 有的人仗着自己有实力才大其促 便经常仗势其人 尤其是欺负一些不但富裕的年轻人 人老了以后要懂得自尊自爱 为老不尊 也无法懂得别人的尊重 其实人到老了心肝向善 但是有的老人特别自以为是 看不起年轻人 更看不起比他穷的人 自认为手里有钱便可以高人一等 一老卖老,一事灵人 最受人尊重的老人 是既畏重又德高之人 曾接触过一位公司的老领导 在行业里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做人特别的谦虚低调 每次开完会 他都会主动让大家先走 这样的老人既有实力又有自力 还有崇高的人品 谁不敬仰 有一句话说得好 默契少年穷 人老了以后 无论有钱没钱 无论有没有实力 都要有修养 都应该回馈社会 多给年轻人一份尊重 多给别人一点空间 多给自己留余地 人老了以后 不欺人 也不自欺欺人 二 不刁男儿女 社区里75岁的周阿姨说 我今年75岁了 有一儿一女 都在一个城市里居住 老伴走了五年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我和老伴都是国企退休职工 拿着不多的退休金 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我现在居住的这套福利房 是我们以前单位里盖的 在这个大院里 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刚退休的时候 我帮儿子家带了几年的孩子 等到老伴退休了 我女儿带的孩子也出生了 我又帮着她带了几年孩子 好不容易把孙悲人都带大了 老伴又生病了 而这一病 就是十年 最初的时候 两个子女还轮流回来看我 随着时间的退移 孩子们也各自都要忙自己的事情 尤其是我儿子 企业改之后自己单独干 那份辛苦真的很难 在老伴最后的两年里 我实在是累得承受不了 想让女儿回来帮一下 那时外孙已经读大学了 他也企业内退了 可女儿却说 自己还年轻 还是要给自己找份工作做 他儿子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 太多了 儿子想着让儿媳来帮我 一起照顾老伴 可儿媳说自己也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做 他们这样相互推诿了几次后 我就明白了 人老了靠谁都指望不上 最终还是要靠我自己 我在院区里请了一个重点工 每天来家里做两个小时的事情 这样我就轻松了去逗 只是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退休金 只要用去三分之一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三年后 老伴走了 因为老伴是有职务的 所以走了之后不发了一笔钱 如果按照以往 我会把这笔钱分给两个孩子 这次我没有这样做 要是留给自己以后用 老伴走了以后 儿子和女儿商议着 我一个人生活有太多的不方便 不如卖了房子 把我手里的存款分了 跟他们顿流居住养老 住谁家就把退休金交给谁家 我内心十分清楚 老伴病了这么多年 孩子是如何做的 我都看得清楚 指望他们给我养老 对我善待 真心的不如我自己 一个人居住的生活好 我拒绝了子女的要求 而是选择了独居生活 女儿最初特别的不理解我 觉得我太交情 说别人家父母都愿意跟着儿子女 你怎么就不愿意呢 我说自己现在还能够自立 以前请终点工是因为老伴生病 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 现在老伴走了 我身体还行 不需要谁来伺候我 我又有退休金 有住房 等以后不行了再说吧 儿子却说 还是卖了房子 跟着他们一起居住的好 这样方便彼此照顾 我问儿子 你也快做爷爷了 到时候你是照顾孙北人 还是照顾我 到时候 更累的人是儿媳 不是你 所以你说这话惊悚 其实 有哪个老人不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 跟儿女住在一起呢 可真的要实现那种和睦美好的大家庭 真的太难了 那种少有老 下有嫂的日子 最累的人是女人 我自己已经经历过了 我不想再让这样的日子 让儿媳和女儿再经历一遍 他们过好他们自己的日子就好 我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我不想再去麻烦儿女 如果真的做到了 我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去养老院 或者请保姆照顾自己 人到老年 要清楚自己的日子 不是跟着子女一起居住 就是好的晚年生活 只有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才是最好的晚年生活 如果能够做到与子女之间 互相不打扰 他们在有时间的时候 回来看看我 陪我说说话 跟我唠唠嗑 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老了以后 多给自己积德 多给家庭积福 不刁难儿女 不挤兑儿媳妇 女婿 多多宽容 多多理解 有能力帮孩子一把 没能力就活好自己 至少不让儿女操心 三 不浪费金钱 人到晚年 最怕没钱 手里没钱 晚年困苦 手里有钱是踏实的 但是手里有钱 也不能奢侈无度 有的老人 自己有本事 攒下了不少钱 有的老人 则是儿女有出息 一样不差钱 人老了以后 难得糊涂 可是心不能糊涂 人老了以后 即便有钱 也不能奢侈无度 人活一生 深知振钱不易 人到晚年 有笔积蓄 就应该好好珍惜 人老了以后 要懂得细水长流 让生活慢慢地过 把金钱留在口袋里 不浪费粮食 不浪费钱财 为晚年留一条后路 为子女后代 留下财富 人老了以后 攒钱就是积德 节俭就是造福 人老了以后 不做缺德事 活得好好的 多多积福 平安又长寿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你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何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别忘记得了 别忘记得了 别忘记得了